那么家务的分类 刚刚我讲到可以分成个人的卫生 我们的生活起居 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房间 自己打理的这个地方 那家庭卫生 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空间的整理 包括我们的客厅 我们的车库 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大家必须要共同分享的 这些空间厕所也一样 是大家要轮流洗厕所 不是永远是妈妈的责任 或爸爸的责任 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分担 我们在讲到说那要不要给钱 这个就是一个很多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 所谓的标准答案 但原则上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我也没有花钱 去请别人来帮忙做 那么我的孩子应该要学会自己能做 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头有人可以帮忙 家里头请得起人来帮忙 也许不是每天来 也许有的人可以每天 有人到你家里来打扫 有的家庭也许是固定 每段时间就有人来帮忙打扫 有的家庭是完全没有人打扫 对吧 那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孩子要参与要负责的 这个事项就不同了 如果我觉得我要花钱 去请人家来做的事情 那么我可能也会花钱让我的孩子 既然我要花钱给别人做 我的孩子也来做的时候 我就不能 应该怎么讲 我不能占他们便宜是吗 那比如说像你花钱请人来储草 如果你的孩子 他愿意去储草的话 那我把那个钱就给我的孩子挣 或洗车啊等等 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可以这么做 那么所以 更重要的可能是你们夫妻之间 要有一个一致对金钱的看法 不要妈妈觉得舍不得 所以呢就孩子要钱给钱 爸爸说不行 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 要工作才有 一定有劳力才给他钱 那甚至于要不要给孩子零用金 这都有可能成为夫妻之间的 一个争执的话题 我们看一下下面 所以三个跟责任感 还有就是家务是相关的 一个就是要不要给孩子零花钱 那么究竟家务是跟这个 跟钱要不要挂钩 是吗 那所以我刚刚讲到 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 要先有一致的金钱观 那么你们夫妻之间搞定之后 你再去跟孩子谈都比较容易 因为这整个是你们价值观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觉得 应该要给孩子有零花钱 那么可能你也可以规定 你要把这些基本的事情做好 自己房间整理好 那我每个月固定 有给你的零用金 因为我觉得你这么大了 可能有一些花费 怎么样 你愿意这么做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 像刚才我们用打勾的项目 你做完多少 那么就给你多少的奖励 或者是说 这些就是本来你分内 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是在其他方面 有这个就高举的例子 我们花钱请别人做的事情 那么我也会付钱给你 让你有一个收入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是要根据每个家庭 有不同的价值 对金钱的价值观来讨论 而不是有一个一定的标志 必须怎么样做才是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你要不时要更换一下 特别家里头 如果超过一个小孩 甚至于一个 就是家人之间 这个做chores 可能需要调动换一下 比方像我们儿子 那时候 比如有一个人是喜欢洗碗 有一个人是喜欢倒垃圾 那他们可能 刚开始我就让他们 过一个礼拜就换一次 最后他们俩自己协议说 我就喜欢洗碗 他说我就喜欢倒垃圾 那就就让他俩 根据他们的喜好 他可以决定 他想要做什么样的家务 那么我觉得这些 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因为将来他们成家 不一定结婚 或者说他跟别的人 一起同租一个宿舍 一个公寓 他们总是要跟别的人 来分担家务的这些责任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对孩子的训练 对于他日后 不管跟任何人相处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不会 他的室友 或者他的houseman 也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懒 他用完东西就乱丢 然后大家本来相处得很好 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 都OK的 一住在一起以后 就完全对这个人的认知 完全就是打了很低的分数 因为他没有想到 他这么sloppy 因为住在一起的时候 才发现他都不刷牙 就很多 然后上完厕所都不冲 等等 这些让人家就觉得 很恶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我们在家里面 是培养他 是要帮助他日后出去 能够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做一个 更体谅别人的人 那么所以从小 他就说 学习做这些家务事 他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而不是被父母逼的 或者是只有被惩罚的时候 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 好像就这样 我后面还有吗 我自己有点忘记 最后是不是 最重要的提醒就是 我们训练孩子做家务 是父母的责任 那在哥罗西书里面 第六章第七节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种花得花 种豆 当孩子不愿意付出的时候 他就缺少了 培养这个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当孩子还在家里头 我们能够帮助他 去培养这些能力的时候 这是我们告诉他 我们培育他的一个机会 如果他不愿意 去做这些事情 自己对自己 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值 好